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爱城市理念 许哲成也特别现场弹唱 献给小爱爸爸谢国良 现场的音乐演出感动了每一个人 Zither Harp 谢国良市长聆听时 被许哲成的音乐触动 想起小爱的医疗状况 不禁眼眶泛红 一旁的社会处长杨玉兴 官销处长郭继 也都深受感动 这真的很棒啊 那我是觉得 因为在认识他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他能够 克服他的困难很了不起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对他来说是一个正面鼓励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个正面鼓励的力量 我希望能够把它散发出去 鼓励更多的人就这样 基隆是我的故乡 那我的故乡 就是我的音乐没有办法 在我的故乡 能够感动到我故乡的人 我觉得好遗憾 所以未来我希望 真的能够尽我的力量 然后能够用我的音乐 来温暖基隆的民众 这个文字语言都有他一定的限度 那超越了文字语言的情感表现 那就是艺术 那在众多的艺术里面 音乐的艺术 格外是直接与人的灵魂来沟通 观光与城市行销处表示 基隆子弟许哲成 出生时双眼失明 五岁就开始苦学钢琴 十三岁获得国际身心障碍 青年音乐家首奖肯定 因此被誉为贝多芬在世 这次特别邀请他 当基隆的城市音乐爱心大使 首次演出《情音有爱暖油基隆》活动 1月19号星期四 及2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 在基隆东岸商场一楼展开 《情音有爱暖油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等你来看目前就读中心国小二年级 年仅七岁的林里娜 去年底参加法国霹雳舞大赛 勇夺12岁以下组的冠军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学校 向林里娜及家人恭喜道贺 强调这不只是为基隆争光 也是为国争光 连她都被娜娜圈粉 画面上就是娜娜的霹雳舞表演片段 精彩的演出让基隆市长谢国良 立刻变成娜娜的粉丝 谢国良市长除了赠送红包 来鼓励恭贺 还赠送娜娜咸淡超人玩偶 而娜娜则回赠市长 到法国比赛的纪念冠军签名 好我今天特别来拜访娜娜 跟林爸爸林妈妈 来特别跟他们表达恭喜 因为娜娜真的好厉害 你们通通都看到了 然后能够得到这样子 国际的比赛的冠军 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不但是为基隆争光 也是为国争光 这个那你出国会不会辛苦 出国蛮辛苦的 出国蛮辛苦的 会不会时差 也会 时差也会有一点 会有时差 就美国最大 美国时差最大 美国本身自己都有不同时差 那去都还好吗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 这个大家多了解或多关心的 就觉得大大很棒很酷 那怎么样如果比赛的时候 爸爸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需要 需要小孩爸爸帮大家做什么吗 有关于训练费的问题 训练费啊 对 怎么说来讲来听听看 因为我做生意的嘛 然后如果要带他出国的话 我生意就只能平板 对啊 然后如果持续这样一直出国 就会负担不起 对负担不起 对对对 了解 所以就会选择 可能放弃这一次出国 了解了解 我想说 刚刚也跟林爸爸稍微聊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 我们师傅可以提供他一个 更能够放心 可以训练 然后比赛 然后继续这个为基隆争光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未来会邀请爸爸啦 娜娜有空就来 不然他再上课 我们也不要打扰他 就可以到师傅 我们稍微聊一下 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基础 那怎么样透过这个比赛也好 这个争取更多的title也好 可以让大家看到娜娜的 这个实力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基隆有这么棒的孩子 可以争取到这些国际比赛 这么好的成绩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师傅可以扮演的角色 这个小孩爸爸这边可以扮演的角色 就是了解到孩子一个前男 然后了解到爸爸妈妈他们这边 长期培养娜娜娜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是否可以来多做一些事情 然后也让娜娜一方面快乐的学习成长 但是又可以充分发挥她的潜能 在国际比赛上多拿几座冠军 也等于是多替基隆拿几座冠军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先过个农历年吧 先跟你们祝贺新年快乐 农历年一过完 邀请大家过来我办公室坐一下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 那我听说爸爸也有一个计划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只要有目标 那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思考 如何来完成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企业 也许也很乐意找娜娜 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更多的这个鼓励 我觉得这都很有机会做得到的 市府会来思考在未来的训练过程 来提供适当的协助方式 让娜娜发挥实力与潜能 在国际赛多拿几座冠军 就是替基隆拿冠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中山区复兴入265号一带 及297号一带 估计有100多户的住家 近半年来饱受自来水漏水水费暴增的困扰 基隆市议员张炳军接获德安里长谢明传反应后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开安 寻求解决办法 自来水哗啦啦的一直流下来 白花花的钞票也就这样跟着不断付出 让住户们很心痛 基隆市中山区复兴入265号一带 以及297项一号一带 估计有100多户住家 近半年来饱受自来水漏水水费暴增的困扰 基隆市议员张炳军接获德安里长 谢明传反应后 特地邀请立委蔡适应服务处特助 以及基隆市政府和自来水公司人员 和居民们一起到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的方法 我们这边复兴入这边总共有117户 那其实现在有这半年都有经历到一些漏水的问题 尤其是水费的浪费 还有水资源的浪费 造成他们的困扰 那今天借由我们的谢明传理长 还有我们蔡适应立委服务处 我们预达这边 然后我们来共同来办理会刊 就是希望能把这一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那经过我们刚刚会刊的讨论之下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去想办法来去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不要让水的资源一再一再的浪费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未来我们会再去协调 是不是来去争取的经费 把我们的这边的蓄水池或我们的送水的系统来去作为改善 然后让他们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水的问题 当然这部分其实牵扯的单位相当的复杂 所以我们后面还是要违请我们蔡适应立委这边 来去作为一个主轴单位 来去协助各单位的协调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解决掉 我们这边复兴入所有117户用水的问题 不要让他们再有水资源的浪费跟水费的增加 有住户表示近半年来发现水费暴增 才警觉到有漏水的问题 由于自然水从浙间公共抽水间和蓄水池的某个地方不断流出 如果要修复经费上则需要住户们自行处理 市议员张秉均则协调住户们先请专业厂商来找出漏水点止水 后续如果要改建这个老旧的抽水间以及蓄水池和管线 再请立委蔡适应邀及水公司一同协商 如何帮助居民们解决供水问题一劳永逸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快过年了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举办金兔年名家辉豪赠春联的活动 祝福求职的民众开运找到好工作 快过年了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举办名家辉豪赠春联的活动 邀请基隆市新文艺学会理事长张玉珍以及徐正泰和李银章老师等人 现场辉豪写下金兔年各种祝福开运春联送给来到就业中心求职找工作的民众 祝福求职民众都能够开运找到好工作 过年将继 基隆就业中心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新文艺学会的几位老师 到我们基隆就业中心现场辉豪 那这个辉豪的这些春联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求职者 那当他们可以拿到大师加持过的这些祝福呢 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面 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书法名家写的各式各样恭贺兔年新年的春联 让民众爱不释手 更有民众听到书法大师们现场辉豪 特地登门前来求莫保 而不是来求职找工作 也让就业中心洋溢农历过年欢喜的气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籍旅美书法名家白玉坤 长期旅居美国 但每年会回台一次为民众辉豪 弘扬书道之美 在市议员吕美玲的邀请下 到新副里为李明写春联和新春 现场喜气洋洋 红色春联和笔墨充实整个李明洪中心 海东书会成员现场辉豪 将春联喜气分享民众 觉得非常漂亮 超喜欢的 快过年了 长期推广艺文活动的金融市议员 吕美玲邀请了海东书会 在新副里活用中心举办辉豪送春联活动 其中长期旅居美国西雅图的 留美书法大师白玉坤老师 也是海东书会的顾问 这次趁着疫情趋缓 回到台湾过年 还现场辉豪 要将一张张春联分送给大家 这些华人世界对于这个书法的重视 相当的 也深入人心 在美国我们曾经都是在 一个就是Bellview的这些地方 我们也会举行这些书法的活动 那这次疫情舒缓了 我们也很喜欢回来台湾 也刚好这个海东书会 也邀请我来这边写一些春联 台湾的人情 在世界都非常出名 大家也喜欢台湾 所以尤其来台湾来推展这个书法 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个今天我们海东书会 很荣幸来到新妇礼 那特别今天的一个特别嘉宾 就是海东书会的顾问 白玉坤白老师 他是基隆在地出生的 但是他旅居西雅图42年 那在美国他也在华人的世界 教外国人写春联写书法 而且他今年是刚好疫情期间 那我们特地邀请他回来 跟大家一起写春联 然后来送给大家 把写春联送幸福祝福大家 希望说大家那兔年能够红兔大展 难得天气好 不少民众出门来到洪中心 索取春联 希望能够增添喜气 我们新妇礼很高兴能请到 在那个居住在美国的那个白老师 书法大师来我们新妇礼 写春联给我们大家 很感谢他 那个书法没有国界 那我们 我们新妇礼的民众都 很热情的都来这边参与 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到我们的新妇礼 来辉豪 然后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幸福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接受到他的这个书法 然后放在家里 觉得感觉真的很棒 尤其他的这个笔墨 写的非常非常的与众不同 跟一般的 我们觉得更娼劲有力 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白老师 真的很棒 那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这个 非常佩服他 这样子一路走来这么多年了 据说老师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习书法 这么一路走来大概也是四五十年了 都没有中间段了 这样的毅力真的值得大家学习 白玉坤老师 推行中国书法已经超过五六十年 学生遍及全球 这次回到台湾 希望借由亲笔写书法春联 在动春节文化气氛 白东书会 祝大家新年快乐 宏族大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的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希望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一名诚信吊客 在东北季风盛行时 前往基隆雨基调 没有想到焦石太华 一枚站稳就意外落海 幸好他有穿救生衣 在海中等待船只救援 平安脱困 茫茫大海中 一名穿着救生衣男子 在海面上载浮载沉 船只不断的试图靠近 但风浪真的太大 见起真正水花 遮住了视线 眼看难以挺进 船长只好转向 最后终于将男子救起 那东北季风期间 其实是基调的旺季 那东北季风的时间 当然海浪海流 都会变化相当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时间也是 海藻船长的季节 所以礁石上 也容易失滑的现象 终于礁石上发生了 吊客落海 索性他身上穿有救生衣 男子立即将胯下 绑带拉紧 先救自己一命 随后顺利被船只救起 所以故意钓友 来同事这个基调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穿好救生衣 跟钉鞋 那要随时注意 这个海流变化的情形 那如果不顺利落海的时候 也不要紧张 不要慌张 那尽量呢 保持稳定 然后像 往礁石以外的 往外海去游 不要急忙的往内礁去游 那很容易造成 这个翻籍的海流 让你在礁石之间 容易产生 更大的一个伤亡和意外 专家就提醒 民众基调 一定要记得穿救生衣 和钉鞋 要是不幸落海 不要急忙着 往内郊游 而是顺利海流 等待救援 避免湍结海水 更造成 惨重伤亡 记者 黄绍鞋 金融报道 迎接今年5月的百年校庆 安乐国校邀请接出 校友2020 东京奥运金牌站 主审 季华文 回到母校 与学弟妹们对话 分享成功经验 满怀着棒球梦想的年轻人 没有在遭遇挫折后退缩 而是努力不懈 最后站上体坛人士 最向往的五环殿堂 奥运金牌站主审 季华文 首度前进校园 跟学弟妹们分享 从棒球看见全世界 有梦最美 足梦踏实 足梦的时候 必须要有所的计划 那计划 那是慢慢的 透过的一个步骤 那去完成它 在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学到 很多的一个东西 小学弟妹们做足功课 翻阅季华文大学长的经历 在百年校庆的系列活动中 见到了台湾之光 把心中的疑惑问了一遍 从在小学最深的记忆 到棒球打蜡的专业知识 计划文来者不拒 一一解答 除了让孩子们很有收获外 更能坚定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 也是想当棒球选手 所以今天看到他 我很高兴 很荣幸 然后很开心 我很喜欢计划文 希望未来 可以跟他一样 有很多的成就 为国家贡献 我的才华 听完演讲 让我对棒球 有了更多了解 那我今天也非常庆幸 和计划文这个大学长 就是访问他一些问题 让我了解到他更多的东西 亲切的与孩子互动 分享在国际赛上执法的点滴 鼓励孩子们设定目标外 还要不放弃的执行 终究会成为亮眼的一颗心 学习的态度跟棒球一样 中间会遇到困难 但是呢遇到困难 怎么样的灵机厌变 可以让自己成功 今天在学长的分享下 孩子都学到了 非常的棒 这是孩子的福气 对孩子呢 是相当的影响力 而且是一种启发 一所学校 可以有百年的历史 由我们肖校长带领 我们一起回顾 这安乐国小的百年历史 真的是男人可贵 安乐国小 迈入百年校庆系列活动 邀请杰出校友回娘家 奥运金牌站 主审季华文 受挫后 依然努力不懈的故事 带给小学弟妹们 满满的力量 安乐国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儿童发展迟缓发生率 大约是6%到8% 以台湾来说 每年约新增 一万名的迟缓儿 为了要帮助迟缓儿 尽早接受治疗学习 全联福利中心 携手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发起爱从一开始 一块无限大的公益募款活动 并邀请知名艺人 奉小月担任爱新大使 让小小的零钱 发挥无限大的力量 记者会上选弦一看到 小月叔叔立即讨抱抱 酷帅的封小月也立即变成 软霸温柔的与选弦说话 两人因为合拍公益影片建立情感 已经为人父的奉小月说 选弦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她很心中宽大 她很愿意跟人交流 她很愿意分享 她很愿意把别人带入她自己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 很让人感动 在拍摄现场看到第一社会 福利基金会人员 对此缓而的用心 也让凤小月相当感动 第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投入 然后非常的 就是真的是在那边 付出自己全然的爱心 然后自己的 还有劳力 其实很辛苦 你知道吗 这项由全联攜守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所发起的爱从一开始 一块五线大公益募款活动正式起跑 除了邀请知名艺人凤小月 担任爱心大使 第一社府董事长 更希望透过遍布全国的全联门事 能让社会对此缓而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了解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更重要 接纳他们了解他们 所以全联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我听说有三个月 三个月在全省一千多家的地方 那能够 他们就至少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 特殊丸童的孩子 全联配话的张董事 以及全联物理中心留协理 我们一起来到 以选玄来说 因为早产出生时只有467公克 跟伴随多项疾病 不过在两岁半进入第一社服 接受早疗服务后 选拳这位巴掌先子进步迅速 第一社服方面因此期盼 透过与全联的合作 让更多迟缓而有机会 在零到三岁的黄金期 接受早疗服务 早期疗愈对发展迟缓的小朋友 其实有很多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 在零到三岁的这个阶段 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可以顺利的衔接到 一般的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去做一般融合的教育活动 全联也率先捐出100万元 为募款活动暖身 根据全联方面统计 PXPay点数捐在2022年 整年总共募得5800万点 相当于580万元 全联因此期盼 借更为便利的捐款方式 鼓励民众发挥爱心 未来的话 我们在全职服的这个系统上 还有在这个ATM的系统上 都ready好了以后 我们会有更多元的 这个募款方式 跟我们的这个合作单位 一起来完成每一波的这个梦想 除了协助募款 为了关注偏乡地区 发展迟缓额的需要 全联也透过行动超市车 结合第一社服的行动玩具车 进行宣导及筛检 提升通报率 让更多迟缓额 尽早获得早疗服务 让妈妈把孩子带出来 一边买菜 一边让孩子玩玩具 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自然地 完成了早期疗愈的一个 宣导以及筛检 希望能够更多更多的家庭 在面对到家里有吃缓儿的时候 不至于这么怀疑跟恐惧 受到疫情影响 成立近44年的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已经有三年没有办过实体活动 这次与全联的募款合作 从即日起持续三个月 希望把这份爱心 扩及全台湾各个角落 击杀成塔 让小小林前也能发挥出 无限大的力量 爱从一开始 一块无限大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